这是我见过最垃圾的学校 学生是一群穿着黑丝短裙的太妹 砸领导汽车 课堂开枪无恶不作 就在学校快被祸祸倒闭一时 他们又干了一件震惊全国的大事 坐落在英国相间的女子学院 是一所臭名昭著的学校 女校长卡米拉 癫狂夸张特立独行 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 连带着手下员工与学生 也一个个粗暴无形 乖张无比 好在卡米拉极力提倡自由与个性 因此这里宛如女孩们的天堂 乖乖女安娜被爸爸强行栽到这里 刚踏进大门 一个椅子吼得一声从天而降 前台正在摇头晃脑听音乐 爸爸关掉后把她吓得一哆嗦 爷俩来到卡米拉办公室 没想到卡米拉还是安娜的姑妈 对这个素未蒙面的侄女 她心生喜爱 让她放心 说这里的老师与学生相处非常融洽 可下一秒就惨遭打脸 看到这一幕的安娜心如雷骨 说好的相处中恰呢 父亲认为这些无伤大雅 丢下女儿光速撤退 这个女孩是学校的大姐大 她向安娜介绍了学校内的知名人物 一点就着的炮头黑妹 身材火辣 声称都和皇室成员睡过的姐妹花 打扮诡异的情绪派 还有黑岛家族的双胞胎姐妹 安娜作为新生同学们送了她一份大礼 赶紧跑到浴室中心 没想到还有后招在等着她 淋浴的水突然变得滚烫 安娜如受惊的兔子摸索衣服 但这群小太妹早已把她衣服拿跑了 不计可施 心想反正是女校 大家零件都一样 跑吧 殊不知 她狼狈的样子已经被这群女孩现场直播 并上传到网上 慌不择路的安娜脚下一滑 撞到玻璃才结束这场闹局 崩溃的她给老爸打电话 这鬼地方她一分钟也不想呆了 老爸正忙着左拥右抱 装作眼神不好听不见 把电话挂了 真怀疑这个爹是充话费送的 安娜如暴躁的小兽把手机扔了 不偏不倚 正好砸碎雕像的头 本以为会被老师河东湿吼 却不想 老师对她的举动非常满意 当场把她收进学校取滚球队 因为已经很久很久没有遇到像她这么准的球员了 教育部长柯林 新冠上任三把火 提出整顿全英国教育体系 混乱的乌龙女校成了她的首要目标 正好女儿的驱棍球队与乌龙女校游商比赛 她打算借机来找茬 可车子还没进校门 就遭到一群小太妹的炮弹洗礼 带队老师怀疑自己进了疯人院 柯林暴怒 正准备找校长宣写怒火 却发现卡米拉是自己大学时的初恋 昔日情人相见多少有些尴尬 碍于情面 这回合她忍了 曲棍球比赛很快开始 安娜发现对手正是转校之前霸凌自己的那群人 尤其是疯子般的柯林女儿最深 暗下决心要在赛场上复仇 两队球员猛烈厮杀时 柯林趁机来到室内调查取证 前台睡得直溜哈喇子 丝毫没注意有人进来 实验室里各种奇葩动植物 把柯林吓得干颤 晕头转向来到化妆间 正巧姐妹花回来换衣服 柯林大气不赶出躲进衣服堆里 被催的是 实验室越狱的蚂蚁爬进了裤腿 她刚脱掉裤子手机又响了 这下彻底暴露 女孩们揪着露出大白腿的柯林 当成登徒子把她扔出窗外 几乎同时赛场上 柯林女儿被大姐大一球狐脸进了医院 这下算是把教育部长得罪透了 卡米拉肯定没好果子吃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隔天一早银行派人向卡米拉催收50万贷款 表示如果不能在一个月内还清 学校就得宣布破产 这下麻烦大了 内有外患让卡米拉一手莫展 她掏出手枪对准脑袋 乌龙女校即将破产的消息很快传开 同学们高兴得手务足蹈 大姐大提醒这群没长心眼的虎妞 如果学校倒闭了 他们就得去其他地方读书 到时候可就不能这么潇洒了 这时老爸来到学校 安娜以为他是来救自己脱离苦海的 结果想多了 因为爸爸在打乌龙女校的主意 得知姐姐的学校面临破产 他不但没有伸出援手 还想趁机低价收购这里 改成精品酒店 这个老六 姐弟谈话被女孩们听得清清楚楚 有这么一个趁火打劫的爹 安娜羞愧的恨不能找个地方钻进去 学生们为了保住最后的天堂 决定拯救学校 大姐大表示 他们可以去偷名画 卖掉后解决学校的财务危机 可画在国家博物馆 要想拿下绝非意识 是时候开展一次校外游了 一群熊孩子叫嚣着杀进博物馆 名为参观实则踩点 校花略失美色 从安保口中窃取情报 这里共有28个独立线路摄像机 一天四班守卫 每班12个武警 此外还有随时变化红外线监控 夜压控制的防盗钢筋阀门等 想偷走那幅画难如登天 就在众人一筹摸展时 老师却带来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即将到来的校级知识挑战赛决赛 将在博物馆大厅举行 真是天助我也 大姐大计划 让校花带队杀进决赛打掩护 为了避开无死角监控和警卫 他们需要从下水道进入爆破栅栏 最后再从观众上空表演钢丝秀 跨过红外线 就万事大吉 但问题来了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简面花战无渣的实力 不可能创入决赛 于是 接下来就发生了投考题 美人计 灌明昏汤等一系列骚操作 一路过关斩将 他们成功杀进决赛 但不怀好意的柯林 带着一群记者打了女孩们一个措手不及 对方企图利用舆论给卡米拉施压 把乌龙女校的不正之风公之于众 刚到学校就亲眼目睹了双胞胎姐妹的爆破实验 柯林底气更足了 气势汹汹冲进教室 不过 在外把风的双胞胎早已通风报信 于是 原本的裸体素描 瞬间换成蜈蚣害水果 无颜瘴气的棋牌室 也变成圣经讲堂 校花还给柯林抛个媚眼 后者浑身一阵俗麻 最后 卡米拉来收拾残局 放出泰迪 抱着柯林大腿一阵光速输出 气急败坏的柯林 一脚把狗踢出窗外 这一幕恰好被记者拍个正着 教育部长 投机不成18米 夜里 正式被奸诈的安娜迎来了大姐大为她准备的特殊欢迎仪式 虽然把她吓勾呛 以为遭遇了变态 但一点也不影响同学们的热情 安娜正式成为集体议员 总决赛如期开始 简面花顾忌重施连续作弊 精彩回答引得众人频频称赞 柯林发现其中猫腻 第一时间把他们作弊的麦克风线拔掉 得不到同伙传递答案 简面花急得跳脚 但又无计可施 对方选手频频得分 另一边 大姐大带人顺利潜入博物馆 结果两个临时换班的保安经过 双胞胎赶紧装成麋鹿女孩 让保安叔叔带他们去找妈妈 大姐大带着剩下的人走钢丝翻到对面 柯林抬头刚好看到上空的钢丝 本想上前查看 却被卡米拉利用美人计成功拖住 大姐大顺利拿下化作 现在只要原路返回就大功告成了 但柯林女儿无意间发现了上方的大姐大 她会毁了一切 必须阻止 安娜快速追上她 强行尬聊拖时间 但对方不中计 无奈安娜只能一手机把她打晕 这边危机刚解除又出现新问题 钢丝因为超重摇摇欲坠 两个小姐妹堪堪通过 大姐大却被困在了对面 关键时刻卡米拉如天神降临将之接回 此时距离节目结束仅剩三分钟 姐明花走了狗屎运 成功拿下冠军 全场女孩像喝了兴奋剂欢呼缺约 很快 明花被盗上了头版头条 乌龙女校老师假扮商人 将画低价卖给了贪财的安娜父亲 可成交后才发现是副赝品 父亲一口老血没上来晕了过去 柯林被卡米拉约到酒店打扑克 结果遭遇些人跳 被记者拍了裸照 隔天 学生们把画偷偷送了回去 乌龙女校不仅解决了债务危机 学生们还被媒体炒成年轻人的榜样 没人知道他们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新乌龙女校尚有于2007年 翻拍经典喜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尤其是拥有这么多优秀演员的喜剧片 尽管困难重重 但鲁伯特·艾弗雷特一人分尸两绝的表演 还是惊艳了众人 柯林菲尔斯也再次展现出自己高超的喜剧天赋 很多恶搞桥段确实令人喷范 算是一部比较成功的翻拍作品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